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謝所有朋友 那麼持續收看 我們奇蹟標股這個節目單元 台北股是在今天 那麼跌幅稍微擴大 我們看一下 目前加權指數以今天為例 那麼稍嫌有點不足 它售在10731 我們的看法呢 台北股市的多頭底線叫10734 那大家很清楚就是在昨天晚上 美國聯準會 就是依照大家的預期啦 大家喜歡降息嘛 川普也要降息嘛 那我就降息 那一降息呢 就暴跌了330點 那為什麼降息會跌330點 沒有什麼為什麼 就主要大家說 因為聯準會的講法就在於呢 好吧 那大家希望降 那我就降 那我一次呢 就降得兇一點 降了25個基點 直接就降一馬 一次就把它降除了 就代表說 接下來我就不降了 今年2019年 我接下來我沒有任何要再調降的 進一步動作 以目前的結構 造成昨晚美股的暴跌 那請問 請問重要嗎 又很重要 因為它跌了 我告訴你一點都沒意義 不是啊 如果你在昨天 在昨天 就如同我們在上個禮拜的規劃一樣 也就是說 當稻窮工業指數 當它跌落 來再一樣 我們先看這昨天的研究報告說 賴好友 報告說會員 我們看下圖 我們不提到嗎 我們去觀察過去這兩週 道琼盤中最大交易量爆在哪裡 爆在7月29號的27196 也就是在昨晚 昨晚喔 台灣時間 半夜的2點鐘之前 你發現到 道琼已經守不住27196了 那你怎麼辦 你站在空方的 那你就大贏 就如此而已 那你說接下來該怎麼辦 接下來沒有什麼怎麼辦啊 接下來你要做對啊 那我怎麼知道會不會對 好來 一樣 所以會員看一下 今天的研究報告 這是今天研究報告的第四圖 這是第三 往下看第四圖 好 這叫道琼電子盤 那在我下午上節目之前 我看了一下電子盤最新報價 來到26870 接近26880 這個26880是非常重的反壓 除非他可以收上26880 否則還是個空 我直接告訴你就是個空 那空怎麼辦 沒有什麼怎麼辦呢 我的看法就只有一個 面對金融市場 每天都要贏 每一筆都要對 我們在過去在上個禮拜 一直到昨天我們提到 面對八月份 我們的目標 一筆單 就是要贏他1000點 不就用嘴巴講的 嘴巴講叫口號 口號誰都會喊 有什麼意義 而是在於那我該怎麼做 那今天八月一號 那請問 請問今天該怎麼做 沒有什麼怎麼做啊 你就把你的系統點選出來 你就照著PSY做啊 PSY的做法就是 我怎麼做我都要贏 我不管行情是往上走 往下走 然後呢 因為每個會員 都擁有不受外力干擾的能力 那怎麼做呢 就是正50要站在空方 負50站在買方 縱使是在下跌的過程裡面 我每一筆都要對 我每一次都要贏 並且這個對跟贏 你自己看得到 也就是我如果在正午時做空 這一條叫零走 我的做法這裡零 我絕對不動作對不對 依照PSY這裡絕對不動作 我也不管你 我也不在乎 市場針對整個商品怎麼做評價 我的做法就是因為我要對嘛 我不是來拚行情的嘛 我們今天在金融市場做任何操作 只有為了一個字 這個字叫贏 我為了要贏 吉他對我來說都是吃藥的 那我怎麼贏 商品價格本身這個叫零走 我絕對不在零走做動作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毫無意義 那個叫你在賭行情 因為他現在在零 那請問 請問你 那現在是要漲還是要跌 你不是在賭嗎 我老師告訴我這裡要大跌千點 萬一他看錯呢 我們又有一個老師告訴我 這裡肯定會再創前高 那如果沒有呢 他隨便講一講 那你就隨便聽一聽就好 你把它當真嗎 就好像是萊克琼爾 現在在這裡 在這裡 那你在這裡做多還是做空 這裡這裡 你在這裡做多嗎 那你不是在賭嗎 賭一個上漲嗎 這裡做空嗎 那你在賭一個下跌 如果沒有不如你的預期呢 那你不就又輸了一筆 你為什麼要做這種毫無把握的事 什麼叫專業 所謂的專業是不拼行情 所謂的專業在於 我對任何事我存疑 我求證 因為當商品價格落在零軸 我不知道 他是要去買路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一件事就在於 如果他來到正午時呢 代表買力耗盡啊 這個叫買力耗盡 那買力耗盡我該怎麼辦 我就空他 相對的 他跌落到負五時呢 負五時叫賣方衰竭我就做多 就這樣怎麼做啊 依照規劃來 我舉個例子 我們在過去上課 經常跟大家報告到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提供給會員叫PSY PSY本身叫反轉指標 反轉指標有領先的功能 他會比一般的 一般的耳系統 會來得快 他會在相對幾乎幾乎喔 最高跟最低 會告訴你進場 你知道嗎 很多分析師告訴你 是我在第一根起障點做進場 那也已經起障了啊 他的起障點進場是 我們要獲利平常的 簡單說是這樣嘛 各位請看喔 我們不提到叫量價 我們先看全圖 我要稍微講快一點 我怕講不完喔 這是昨天一天 美股到窮的走勢 那昨天開盤後最大交易量發生在 台灣時間的晚上9點40 美國紐約時間的9點40 我們講過 當他站不上27271 你就已經篤定他要跌了 對不對 他站上去你肯定就看創前高嘛 會創歷史新高嘛 他沒有啊 沒有就代表他已經轉入 那轉入他為什麼可以 從晚上9點一直到2點半 台灣時間半夜2點半 幾乎走一條平行線 你說都是因為 因為什麼 那都也是因為那個聯準會 對不對 那一次降了25嘛 你胡說八道 你那個叫火車過了吹口哨 你怎麼會等到他殺下來 才告訴我這個盤要跌 那你自己還不是火車過了吹口哨 你在罵所有分析師之前 換我問你一句話嘛 你說那都也是因為聯準會 那你不是火車過了吹口哨嗎 那你可不可以利用同時指標 同時指標請問 那他主要框架在哪裡 在26多少 在27196啦 所以呢 從昨天晚上跌破27271之後 他是不是一直維持在哪裡 他停在27196 這是事實 然後在2點52分之前 是不是連27196也守不住了 那就來個暴跌嘛 代表什麼樣 商品價格本身也是個領先指標 那你要比商品價格來得更領先呢 一種你可以利用同時指標提供自己 做一個看法 好 昨天殺到26739 對不對 那我們不就再把它拉回來嗎 拉回到上個禮拜的禮拜五嗎 看著他 我們不提到嗎 這個叫27192嘛 他的短區間會落在27156跟27266嘛 這是266耶 這是上個禮拜的事了 往底下看 所以他會怎麼樣 他會再跌2% 2%要跌到哪裡 哪有哪裡 26719不能要跌到哪裡 那你再看嘛 那請問昨天跌到哪裡 不來了嗎 有沒有跌2% 有 那你說那該怎麼辦 沒有什麼怎麼辦 除非你有做倒球嘛 那就大贏嘛 那沒有做呢 那最起碼 我們自己不會受到外力干擾 因為你已經估好了 你不用猜的 因為你是個專業的操作者 你針對任何商品 你完全照著每個點 每個價格去做操作 你很精準的做初級 就如此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看台北股市 來 各位請看很重要 再講100次 我就不懂為什麼有些分析師 我一直認為 我所知道的每個分析師 都很聰明 真的都很聰明 可是呢 也很用心 可是為什麼每個人 都講得胡說八道 因為呢 第一個 這麼聰明 這麼用心 不用心在於 把自己的所學 跟節目上每個朋友做分享 他用心在怎麼招攬業務 怎麼收會員 他根本不在乎 他所推薦買的股票 是不是要大跌的 他所操作的指數 是不是方向做反了 那不重要你知道嗎 他只是在想說 我是要怎麼收回 你那麼聰明有什麼用 我講真的啦 我不聰明 我很笨 可是我最起碼 我台灣話說 叫起江走 A就A B就B 多就多 空就空 我清清楚楚 我舉例喔 各位請看 再講了一萬次也沒用啊 這裡是多少 這裡 11097嘛 跌到10227嘛 對不對 10227漲到10994嘛 沒問題吧 這裡再多少 這裡叫10734嘛 下來叫10610嘛 就一定是這樣子 有什麼好猜的 就一定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 加權指數天塌下來 明天都要漲三點 沒有漲三點 你千萬要避險 你知道了嗎 我說一次 加權指數明天在 無論如何 我一定要去三點 不用30點 不用38點 要去三點 台北高市明天在 倘若無法到去三點 一定要漲三點 漲不到三點 你無論如何要做避險 不然你會大賠 為什麼 兩分鐘後 幫你做進一步的報告 A++智能演算四大優勢 A++智能演算六大安全公式 三十年來城市交易大躍進 A++智能演算 建議現與服務人員聯繫 0800-555-808 0800-555-808 現在就加入固德頭部 讓您贏在股市第一場 立即撥打 0800-555-808 0800-555-808 各位朋友大家好一樣 我舉個例子 所有的會員賴豪爾一樣 這是今天的研究報告 我們看一下 今天研究報告的第三圖 上面這一張 因為我自圖我在12點鐘 我就截稿了 我每天研究報告 還沒收完盤我就截稿 然後呢 反正我也不會錯 我怎麼有可能錯 我要怎麼錯 我為什麼不會錯 因為我不猜 因為我猜不到 我為什麼猜不到 因為我猜不準 所以我就猜不中 猜不到猜不準猜不中 那我猜幹什麼 我猜了只是造成大家的困擾 我又沒有講錯 所以我不猜 所以你在看著它 因為我不猜 所以我不會錯 那我就在10734 畫一條平行線 畫的時候還遠在734之上 還遠在734之上 畫在這裡啊 在這裡 734底對 這裡731 734不就在這裡 我怎麼會錯 我怎麼可能錯 因為我不猜的 你不猜你怎麼寫734 你咧 來 再看著它 請你告訴我最高點多少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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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最高點是11094啊 10 抱歉 說不到 10994啊 然後再來呢 10474啊 一個叫 還有一次 明天無論如何要漲3點 守住這個3點 往上看10837 就10840 也是過去這兩個禮拜 台北股是單一分鐘 最大交易量 爆在7月30號的9點56分 我講的我負責 7月30號的9點56分 是過去這兩週 單一分鐘最剔除開收盤 最大交易量在 就在10840 那你算出來會837只差3點 你自己畫一條線 它落入這個區間 那這個區間呢 它的底線 多頭底線叫734 絕對不能破 734破了 這個734變成主要的空方 那這個多頭你準備大贏 你會贏在哪裡 你會狂贏在10610 為什麼是10610 因為你去連結 從5月28號 5月28號到今天 所有人 所有人包括你 包括我 包括任何一個外資 包括任何一個投信 任何一個自營商 全中華民國所有人 的成本落在10610 所以呢 來10610好不好 好啊 那你準備大贏啊 它不來又該怎麼辦 對啊 我不講過嗎 這個月 我們的目標 就是我要贏它1000點 飯可以請菜吃 我會贏賣賣賣賣賣 那關鍵在於 我怎麼贏它1000點 如果我單純只靠PSY 一個5分鐘PSY我贏不到 沒有那個機會 我舉例像上個禮拜 像上個禮拜 昨天是7月31號 我每一筆都揭露 那這個是25分的PSY對不對 你就算 123456 是不是六次 這從7月1號到7月31 123456嘛 25分PSY總共出現六次嘛 六次全勝嘛 我們看底下 底下是不是5分鐘PSY 這裡是錯兩筆嘛 贏26筆嘛 沒有對不對 扣掉7月3號那個暴跌500點 加上有那個贏不到10點的剔除 你幾乎是不是操作將近30次 將近喔 5分鐘的30次 那請問25分鐘會幾次 沒有啦 四折運算 30除以5 不是6次嗎 不是剛好 123456 所以25分PSY它的強度 是5分鐘PSY的5倍 它的穩定性 高達5倍以上 5分鐘的PSY 我們去觀察 7月從7月1號一直到今天 你總共成功27次 輸兩次 教明你現在下26 對我現在下26 掌期幾月幾號 掌期7月31 你總共成功今天是8月1號 今天是不是8月1號 今天8月1號 今天8月1號 這裡是不是8月1號 你就把你的手拿出來 今天是不是在這裡 你看看 你就贏30點 下這裡是0走 你就要走 我說一次 兩個條件 達成任何一個就要走了 這裡 叫負10 這裡叫0 你不用這裡走 你這裡就要走了 你只要贏30點就要走了 你這裡有賣 你這裡就要走 你不用跟0 如果他是先到0 那你就走 如果先贏30也是走 每一筆都要贏 每一次都要對 然後我們就來算 第一個 你要算我 我有沒有每一筆都揭露 對任何事叫存疑求證 像你講了就算嗎 我講的當然不算 然後關鍵在於 我有沒有每一筆 每一天 每一筆 無論對或錯 我有沒有一筆一筆 清楚做揭露 有 沒有就叫誇大不實 我的立場就這樣子 我今天看一個老師 我舉例 夠厲害 大家都贏 那我就會懷疑一件事 他是講每一檔嗎 如果他這個月總共前前後後加起來 一個月假設22個交易日 對不對 他買了50檔股票 那節目上只講了6檔 在我的立場 這個就叫誇大不實 我啦 不好意思啦 因為我比較嚴苛啦 如果他今天總共只買6檔 6檔都贏 你跟我說我快點參加會員 就這樣子 一個分析師 一整個月只推薦6檔股票 6檔全部贏 我還不參加 我當然參加啦 可是相對的 他推薦了560檔股票 只對6檔 我怎麼可以參加 那叫個小朋友都比他準 我沒有講錯吧 那相對的一樣啊 你今天針對指數 這個是要25分 那請問今天的這是25分PSY 我看底下 今天有到嗎 因為這裡這裡是昨天 各位親愛的會員 這是什麼這樣 昨天這一筆我沒有帶你進場 有 你有沒有贏 有 有沒有大贏 有 今天沒有到啊 雖然今天台股大跌 那大跌為什麼沒有到 因為他是25分PSY 他要的 贏的要 比5分來得強 來得多 不然算什麼25分 這樣了解不 5分前的你贏了嗎 有嘛 這不是今天 留對照嘛 就把你自己的PSY點出來 每一筆都要對 每一次都要贏 你說那我現在PSY這麼多做 那我也可以做其他商品嗎 你什麼商品都能做好不好 再講一遍 你就點PSY 台北股市指數型的 任何商品 一律只能做一個 叫5分鐘 我來點了 放掉 你就只能點5分鐘 這樣OK嗎 5分鐘正50就是把它放空 負50就把它做多 所以這裡只要該怎麼做 這裡你就買了還怎麼做 去780點還做不贏 我能幫 這不是今天 這裡怎麼做 這裡空 你在想什麼 你為什麼不這裡買 這裡賣 不是大贏一筆 這裡買 這裡賣 又贏一筆 每一筆都贏 每一次都對 他今天到正50你就空他 你跟他客氣什麼 他明天來負50就做多 每一筆都要做 這個叫25分 25分沒有到 那5分鐘到 你就照著做 今天是8月1號 你如果要去統計 從7月1號到現在 到昨天是26 PSY5分鐘是贏26比 那今天就再加一筆 27筆 那你就算 一筆贏2030點 贏2030點 平均策 26比 沒有7、8點以上 絕對有 那你怎麼達成1000點 那這1000點怎麼去達成 沒有辦法單純只靠5分鐘 所以要25分 那25分好 你告訴我 1、2、3、4、5、6嘛 沒有錯吧 那昨天是不是又加了這一筆 這邊沒有50點以上 5、60點有嘛 那6比乘以5 一比50點不就300點 那你7月份 如果有加上25分鐘 那肯定可以達成1000點 那8月份呢 就照著這個模式啊 25分的部分 不是我不告訴你 你說昨天你有告訴我 我說你今天沒有 今天沒有到我怎麼告訴你 OK吧 有到了我一定 會發簡訊給你 我帶你進肯定會帶你出 來歡迎各位 今天是8月1號 8月的第一個交易日 歡迎各位在今天的 贏在起账點 贏在第一天 贏在第一筆 歡迎各位稍待 可以聯絡我們的服務員人員 在今天8月1號 跟著一起進場 一起操作 每一筆PSY就跟著做 那祝福所有朋友 和家平安 身體健康 謝謝你 拜拜 歡迎各位 請多高鐵